把优势大股东之一 更是异光的头号对手日雅化 不过叶影夫没再怕 寒出两年之内要几下日雅化 登上LED的营收龙头 企业是要靠自己企业本身的实力 还有团队 还有你的志愿 光有福巴巴是没有用 中国大陆的福巴巴更多 外资瑞幸也看好 照明将成为LED最重要的成长来源 2016年渗透率将上看56% 含进LED族群 尤其在上游的京电和餐园 顺利整合之下 叶影夫看好 台厂有希望持续扩大 营运规模和影响力 和世界大厂一瓶高下 记者 这是我们的喜特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极致公益 一瓶入会 极次低 未来一瓶 全所未有 特酷有 突破亚洲 勇闯世界 以勇气为名 Tiger Beer 穿对服装 更要配对眼妆 蒂康真媚彩色日抛 软性隐形眼镜 特殊包覆设计 玻尿酸水润保湿 真媚眼妆 美影蒂康精华光学 姐姐妹妹超爱戴 买四盒蒂康真媚彩色日抛 只要750元 突破亚洲 勇闯世界 以勇气为名 Tiger Beer 8点到10点 非凡主持现场 嗨 不客气巴辣 也要喝巴洛绿茶 冰的更好喝 泰山冰镇 一趴就很好喝 欢迎真巴辣 小姐 谢谢 金牌呢 在这里 想做就做 没有那么多为什么 My passion 金牌 台湾啤酒 嗨 今天 你精彩吗 爱与关怀 让我精彩 拥抱幸福 让我精彩 谢谢 你辛苦了 人生 有很多种财富 把有形的财富 托付给玉山 更多无价的财富 留给自己 心轻如玉 意中无山 玉山财富管理 让心更富有 玉山银行 好那从骨架的位阶调整 但是再搭配球马面的一个变化 跟法人的一个进出 我们怎么来筛选标准 好的 我们在架构上面来讲的话 我们会比较来的喜欢就是说 它刚刚好第一波启动的啦 那第一波启动有时候 你必须要去看它位阶啦 譬如说 我们讲到像这一次的这个2066的这个市德 那它这个架构上面来讲的话 我们知道它是跟这个电动车有关的这种个股 心上市之后呢 它你看看 它心上市之后 时间拉长一点点 我们看它心上市之后呢 它就是几乎没有什么大涨的格局 然后呢 做一个整理 然后往上攻击 好那时间来把它放短 你看到 但是它启动攻击的时候 长红之后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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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来讲 这种启动性攻击 过前波高那你就要小心 好不好 整理上面来讲的话 量这么多 结果它还感觉没有什么 它不是很强的一个个股 那这样子的一个架构里面来讲的话 你要特别注意就是说 新上市股 只要是说 它只有一次蜜月的 不要两三次的那种不要 或甚至它根本没蜜月的就往下掉 那我跟你讲 到最后在低档盘底的时候 不是投资人紧张 是 尤其它是好股票的话 那么是老板紧张 不是投资人紧张 我们再讲像这个 最近有起来像这个2929的套地 我们看这个套地去年是赚16块多 赚16块多 今年我们可以看到 上半年的这个营收 它淡季都是在第二季 上半年还成长30% 那时间拉长一点来看 它根本都没有蜜月过来 再拉长一点点 我们来看一下 它整体上面 上市跌2005 所以在架构上面来讲的话 我们看到它周线上面来讲 周线上面又出现 属于背里的一个架构 像这种来讲的话 我们就可以特别去注意它 还有一些是除完全之后 除完全之后爆量 然后量缩开始往上攻 像桥山 桥山这个架构 也都是相对是十分明显的一个内涵 也就是说除完全爆量 爆量之后量缩往上攻 像这种来讲 都是算是蛮安全性的这种个股 好 再来强坡续动盘 也就是说整体上面来讲 这个强坡它能够在做续工的 续动盘 像是泉油 丹井 也就是说它已经两波动了 但是量价结构都没有死的 像这个架构里头 都还算是不差 而且半年爆都还算是 不错的一些个股 可以做这个参考 长坡没有结束的 长坡来讲还没有结束的 包括像核勤控 福茂油 宜特 这种来讲的话 技术面不是很强的朋友 这个可以做续报而已 你就不要随便去追它 然后华雅科它也是长坡没有结束 它是由周线上面来看 量价结构都还没 所有的金控股 长坡也都没有结束 好 那再来我们来看一下 半年爆的这个好股好了 好不好 OK 半年爆的这个好股里面 大家可以特别注意一下 也就是说 这个半年爆里面 它在公布之前来讲的话 会有比较来的 有这个利基往上走高的 像半年爆里面的这些个股里面 包括冬结 卫华科 华城 太鼎 华雅科 上利 这个灵光 得利 联军 智商 照利跟博大等等 这些来讲也都是属于半年爆的好股 当然最主要的半年爆的这个好股里面 这一次被修重很深的 你可以特别注意到 像大力光 可城 联发科 一家 自身 汉泉 文业 高际等等 其实这一些个股 在半年爆上面的这个反应 也都相对不弱 大家也都可以注意一下 这些个股 启动的时候大盘就整理结束了 谢谢 谢谢 K王 你只有在非凡商业周刊 才可以看到K王 以及我们电头市场专家的一个专栏 真的很棒的一个内容 让大家在投资的道路上 一点都不寂寞 那踩在半年爆的好成绩 下半年还会成长的好股 好的 我想呢 这个地方可以留意的标的 大概这个族群大概有哪些 举例来看 因为我们刚刚提到了 中国大陆PMI指数是慢慢好 所以具有中国色彩的个股 我想下半年营收 应该有机会摆脱先前的阴霾 持续往上走 这个族群也可以留意 举例来看 像代号8429这家公司 叫F净利 F净利它是以自由品牌 GA Pro跟ET两个品牌 对于18到35岁的潮男潮女 去设计新型的时尚的休闲服 休闲鞋跟运动鞋的设计制造 这个毛利率很高 毛利率高达有35% 盈益率也有27到28% 尤其中国目前经济 朝所谓二三线城市发展 在经济均衡情下 我想这部分的商机 还在持续发酵 它每年的4月跟10月 会办所谓的新产品的订购会 然后针对厂商的订单 来接单生产 所以没有所谓的库存压力 尤其最近中国 都有所谓的一胎化 有开始解禁的一个现象 那一胎化解禁之后的话 未来所谓的年轻人会越来越多 所以它为了扩充 为了所谓的一胎化解禁之后 以及目前订单的一个需求 大概在年底之前 会增加三条的生产线 产能会扩充大概有1.6倍 最重要我们看获利的部分 过去三年来 每股税前云分别是 100年的6.6 101的9.8 去年是11.78元 你可以发现这个上升角度 是相当的强 那最重要是半年报要公布了 我们它的半年报应该会相当的好 我们看它第一季的每股税前 就已经赚了有3块钱 第二季营收又比第一季成长16% 所以大概半年报 可以赚到6、7块的一家公司 那目前来讲 含有现金股利3.95元还没有出 股息至于超过5% 那下半年是旺季 那尤其第四季是最旺的时候 大概预估今年13到14块钱 可以创新高 那从K线图上来看 它这一波你可以发现 有高涨下来刚好在一个相对低涨 那6月份因为盘点的关系 所以只比去年成长28% 不过呢 进入第三季可能越成长 MOM会开始恢复成长的一个力道 那还有呢 包括6192家公司叫巨路 巨路是国内唯一一家横跨 所谓的工业承控 跟电子通信领域的一家厂商 它呢 主要是代理全球最大的一个承控 仪器设备厂就是Amazon 这家公司 它是台湾大陆的东北 跟大陆的华北独家的一个代理商 那由于中国大陆呢 十二五规划里面 十二五计划里面 针对所谓耗能啊 环保这些产业的话呢 相当一个重视 所以说呢 节能环保的一个题材带动下呢 高耗能产业像 所谓的煤化工 还有包括钢铁 还有水泥 天然气 这些的高耗能的产业的话呢 都对所谓的承控的相关的一个系统需求 会大幅的成长 所以它目前来讲 中国大陆占它的营收比重 已经超过五成以上 那第一季 每股税前是已经赚了1.86元 YOY成长了17% 那第二季的营收呢 比第一季成长 那我们从过去几年获利状况 分别是赚6块4 7块2 6块9 7块 所以大概都有7块钱的一个水准 那预估大概今年的话呢 因为接单目前还在持续的一个 这个出货形下 所以大概预估今年还是可以维持 7 8块的水准 我们从K线图上来看 K线图的话 你可以发现 它也是来到一个相对低档区 所以呢 我想这些半年报即将公布的一个公司的话 下半年有持续成长力大 我想逢低都可以持续做追踪 OK 非常谢谢周初生 以上的内容都在非凡商业周刊当中 为大家来做个披露 你也只有在非凡商业周刊当中 可以看到林心向林总 以及周书生周大哥 他们的一个专栏内容 那我们把握了 是不是来看看 打蛇随棍上 那在这个调整的一个阶段 有一些蛇可能也在转弯 当然是要找这个 最近才刚开始展露头角的 首先第一个我们来看陈明店 那陈明店当然它本身是一个 金属机构建的制造商 那金属机构建当然可以应用范围很广 那除了这个原先市场上非常热衷的 这个奈米加工的处理 这叫MNT 最近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叫做MIM 这个是金属粉末射出的一种成型技术 那都是在使用机构建的部分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客户有包括像Apple 那这个华硕 宏达电 Samsung IBM 这几个几乎都是市场上的一线的大厂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到 它在这个全球第三大的这个 摄出成型厂上面 是有拿到这个位置 然后我们看到 之前在这个iPhone跟iPad的部分 充电插槽的内购件是有拿到 那现在重点是在于就是说 市场上对于iWatch这一块 那iWatch现在改名了嘛 iTime 是不是有机会切入 当然市场上就非常有期待 可是如果是以它的这个 MIM的这个部分的涉猎 再加上它本来就已经有打入苹果的话 那市场上这样传出的消息 其实好像是有一点影子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下一页 那同样的在这个电镀的技术 当然也可以用在这个医疗用的探针 那目前在进行动物的实验 那以及就是说像这个LB 爱马仕的这个高级扣件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陈明店它的日K线 那日K线我们来看到上涨一段时间以后 经过一个整理 那整理时间大概差不多两到三个月 目前跳空有来挑战前高 当然今天遇到盘势比较不稳 没有做一个强攻 可是看起来的话 昨天公高今天在前高附近量说 大盘指稳是有机会往上再创一次新高 那第二档我们来看到像 3444的这个利基 那本身是一个IC的通路商 带领这个LED的这个导线架 还有记忆体的这个封装材料 不过我们来看到它真正比较重点的是在于 就是说它有供应到美光 那现在讲美光当然就是显学了 它的低运在用的这个部分 BOC封测的材料 所以我们看到像包括其他的代理韩系厂商的 这个载板打进这个零发科的这个部分 那我们来猜看这个下一页 切入这个奈米的银浆部分 那这是给中国的这个面板大厂 那比较重点是在于就是说 其实今年目前看起来Q1是0.24 那因为它的日K线的形态上 我们来做一下观察 你可以看到它这一段时间以来 几乎都是没有动到 那我觉得现在的盘势是有一个特征 就是说因为如果是以外资的动作的看法来讲 已经大涨了股票 好像短线上有调节的压力 可是如果说你是刚刚开始做发动 而且留下一个多方缺口的 似乎是在反映一些新的这个题材 所以目前看起来的话 就是说美光已经涨到这里了 那华尔科可能也不见得出得了手 那这些从低档刚串起来的 这些所谓的概念股 其实也可以来做一下留意 OK 那提供给大家来做一个参考 打蛇水棍上的一个操作 今天三位的内容非常的一个丰富 不过我们在下阶段回来 外资怎么在期货的一个多单空单 反复的一个状况 到底该如何来看待 另外你也关系 到底今年真的景气重新的畅旺 返效需求的商机有吗 我们先到这个电脑的应用展当中去感受一下吧 应用展新品齐发 在我手上呢 这个是OPPO即将在台湾首卖的新手机 你可以看到呢 它的特色是有这个可以旋转的1300万画素前镜头 所以自拍的时候一转过来 更好玩的地方是还有这个蓝牙的拍照键 所以手不要碰到萤幕也可以直接拍照 镜头一转自动启动自拍 旋转镜头装到了智慧手机上 不用再分前后镜头 而这个蓝牙按钮不只可以遥控自拍 还可以用来找手机 按两下手机自动响起 不只手机厂商抢摊 笔电厂也打出新品上阵 微信电竞笔电 萤幕从Full HD升级成3K 价格却不变 宏记最新的13.3寸笔电应用展首卖 纯白机身重量只有1.5公克 搭载Core i5处理器 价格28000有找 联想性推出的10寸Full HD萤幕 可以自己站立的平板 价格1万出头 而华硕的Zenfone手机大卖 再接再厉又推风盘 双卡双待不到7000块 现场还出现了这个智慧眼镜新品 像这个智慧眼镜和Google眼镜 不一样的地方是 它是两个眼睛一起看到同一个萤幕 可以观看3D影片 Epson第二代智慧眼镜首度现身台湾 主打3D影音娱乐 要价将近25000块 各区各样的智慧手表 摆在一起相当缤纷 显示智慧穿戴装置的势力 越来越庞大 今年的话看起来 穿戴式的配件 还是一个很大的重点 比如说包括像智慧手环 智慧手表 或者是说像我们Epson之类 推出一个智慧眼镜的部分 那可能都是一个蛮大的亮点 不过今年最大的参展厂商 竟然是首次参展的 电玩公司爆雪 暑假最大的3C消费展 即将开跑 看得出下半年 依然是百家争鸣的局面 记者杨志杰 雄如洗 台北报道 小姐 别偷 谢谢 金牌呢 在这里 想做就做 没有那么多为什么 My Passion 新牌 台湾啤酒 欢迎光临买风 好奖费 全部自己出吗 不难了 干嘛不让富邦帮你出 全新台湾大哥大 预洗联名卡 刷卡消费一%回馈 折抵电信账单无上限 花费要人帮 刷卡刷富邦 内在经典 外在耀眼 海姨根 全新冠状 人的费路 每天都在顺患 如果是磨双心 太丟臉 倒下去 就是 脑速通磨移定 可有效改善 维血管栓塞 增加脑部血流量 脑速通磨移定 酸塞 搞定 国家的氧血 新氧血 BenQ F5 4G LTE手机 1300万画素 四倍高感光 微光中拍照 暗处照样精彩 BenQ F5也是悠悠卡 内建NFC功能 搭车 购物 悠游生活 好便利 BenQ F5 T3 悠游上市 只要零元 亚太电信 国家的氧血 新氧血 1974年 十大建设带领经济起飞 中国信托开启台湾塑胶货币的时代 中华队参加奥运 扬威海外 中信卡也带着大家绕着地球跑 生活更精彩 中信卡领先推出贴心与便利的服务 跟101一起站上世界的顶点 未来将再次引领台湾 进入支付新纪元 谢谢所有卡友 和我们一起成就精彩的40年 中信卡40年 谢谢有你在 现在申办中信卡 刷满888 就送一样的行李箱哦